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就是咱们在舞台上的这些身份之外 我还知道王老师有非常多其他的身份 包括听说您还是律师 我本人不是律师 但是我在律师楼工作了已经有二十多年了 我也是一个执照的房地产经纪人 乐剧是我的业余生活的爱好 也几乎是我乐与生活的全部 我很小的时候大概三四岁吧 我有一个亲戚就带我到剧场去看戏 看最多的是乐剧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上了乐剧 也可以说是迷上了乐剧 五六岁的时候我姐姐就把我用毛巾毯子披在身上 然后我就在那边一一压压的学唱 正式拜师我是在2001年 那个时候您多大 那个时候已经很老了 相当于是之后 我成年之后才捡起儿时的一个梦想 什么一个初心 对对 因为当初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刚好是徐玉兰老师的那个弟子 也是非常著名的乐剧演员 钱惠利到美国来参加演出 那么这个当初的时候 因为是我先生是帮助他们一起组织的那台戏 所以他们演戏演完了以后 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然后聊起来 那么我只是很不经意都说 哎呀 钱惠利你唱得真好 要是能拜你为师就好了 那钱惠利说不能拜我为师 要拜要拜徐老师 我想徐老师对我来讲 就好像是一个心目当中偶像式的人物 怎么可能收我呢 但是钱惠利回去不久 就跟我说 徐老师答应收你了 我真的是非常吃惊 这是为什么 就是您相当于作为一个乐剧的一个粉丝 过去看着一个钱老师表演完之后 吃了个饭 您到底使用了什么绝招 让他觉得你可以拜为弟子呢 我当时的时候也确实是用录了两段音 一段是徐老师的《红楼梦》里面想当初 还有一段是《红楼梦》 那么就是说是跟着LCD的一个半唱带 然后呢就是不是通过什么好的录音室 就是普通的就在家里录了两段 那后来我就送给徐老师去听 那徐老师听了以后呢 觉得说我很有培养前途 因为他觉得我的音色不错 然后高音也能够上去 然后念白也很好 老师觉得说一般人能够模仿唱得不错 但是念白很难 但是我的念白也很不错 那么这个当然只是说有一点基础的条件吧 我觉得老师 但是有先知的 所以是能培养的吗 然后我觉得老师可能很多的 更多的考量可能觉得说 我是在美国 那这个乐句要是通过我 能够在美国能够传承 我觉得也许老师从来没有这样明确的讲过 但是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是有很大尘缝在里面 因为以我当初的这个条件来讲 虽然唱的音准什么都没有问题 但是离开像徐玉兰老师这样要受一个徒弟 我觉得应该说还是有一点距离的 因为徐老师批军是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嘛 对吧 当然我知道 非常好 特别有缘分 真的是两个在美国路上的一个袋子 然后被徐玉兰老师的弟子带回去给他一听 然后他就决定隔着太平洋就收你为徒了 当时就是怎么通知您的 你是他徒弟的 是就是是是钱惠丽讲的 然后我们有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你是回国去了吗 对对对 2001年6月份的时候 6月19号 我们在上海华侨饭店有举办正式的拜师仪式的 那个时候当初的时候来出席拜师仪式的 还有很多戏曲界的泰斗人物参加 所以很隆重的 对 徐老师 我跟徐老师没有磕头吧 但是有鞠躬送花 徐老师有把他的那个专节的蝶片给我说 以后你要好好地学 然后呢我在上海期间 老师送了我这个练功的这个戏服 当初的时候反正我的靴子啊 戏服啊 都是老师帮我置办的 所以老师对我真的是 你当时是有什么心情 决定收您为徒和就是拜师大脸的时候 当然了是一个是意外 一个是惊喜 一个是对老师非常的崇敬 我觉得说老师能够接受像我这样一个 没有什么专业基础的这样一个学生的话 然后又非常然后又是非常尽心尽力地教我 只要我有碰到一些什么难题 包括唱腔上表演上 老师都会通过电话里面长途电话这样的在教我 然后两个人隔着这个打着岳阳电话 一句一句的他唱音学 是除了就是说我有限的回上海的时间 那我每次比方我回上海去都会去老师那里学唱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比较多的都是岳阳电话里面传授的比较多 然后呢我每次回到上海假如有什么演出 那老师是一定会到现场来看我演出 这个是我想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也不是每一个学生老师都会去看的 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每一次回去 只要我回过有演出老师必定会到场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能让你从一个 玉剧的初学者变成一个乐剧团的团长 是这样的 当初的时候呢我们洛杉矶没有乐剧团 好像也没有什么乐剧的这个团体 那么2001年拜师以后呢 因为我觉得像徐玉良老师他们这样的老一辈艺术家 他们等于是乐剧就好像是他们的生命 他们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这个全副经历吧 都是在围着乐剧传 所以我觉得说我拜师以后 我觉得突然之间 我觉得自己从一个只是对乐剧的爱好 觉得好像我有一份责任了 我觉得老师对乐剧不仅仅是一种爱好 等于是一种责任在推广 那我觉得作为他的学生 我自己也有义务 就是除了爱好这样唱唱以外 我觉得有责任要把它发扬光大 所以呢 2003年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成立 就是人很少 只有两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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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两三个姐妹是怎么找着的 也就是在上海人联谊会吧 举办活动的时候 然后他们听我唱了乐剧 就说他们也喜欢 然后就大家聚在一起 然后呢 两三个人变成五六个人 那这样的话呢 因为我们就成立了 就叫 当时叫上海人联谊会乐剧沙龙 所以一开始是在上海人联谊会 下面的一个兴趣社团 对吗 都是大家因为对乐剧的喜爱 然后聚在一起的 对 然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 将近有二十个人的非常大的一个艺术团 每年都会有演出听说 对 我们虽然也不是很大了 但是要说可能在美国 这种比较以乐剧为主的 以乐剧为推广主要目的的 这个乐剧团体 可能我想我们应该是最大了 那么我们2006年开始 就每年都举办乐剧的专场 那么因为要举办这个乐剧的专场 我们还叫一个乐剧沙龙的话呢 好像有一点点不是不太合适 所以团里面有团员说 然后我们现在这几年人也增加了 然后我们演出的这个节目也不同了 然后质量也提高了 我们还叫一个沙龙好像显得太业余 而且好像对自己的要求也太低了 所以我们就改名美国洛杉矶乐剧团 因为你改了这个乐剧团 我们就觉得说对自己的要求也高了 不光是在家里好像这个客厅里面唱唱就可以了 您都是怎么要求您的团员的 我们都以专业院团的要求来要求 当然我们达不到他们那么高的要求 但是我们至少是以这个来要求大家 要求自己 第一我们唱 我们绝对是你唱什么流派 我们就要求你要向那个流派 那当然不能说百分之一百达到 就算专业院团的这个专业演员也未必能全部做到 但是我们以这个要求来要求 怎么去学呢 有专门的老师过来教吗 我们主要还是看这个录像带啊这种为主 当然我们乐剧团有一些原来是专业剧团的这个演员 包括我们现在的副团长连月毅小姐 她就是原来上海乐剧院的一个著名花旦演员 那么她也会敲 那么我们主要基本上还是 我们还有一些演员也是原来是专业演员的 那么从声段啊什么的还是有辅导大家 但是主要的还是跟着这个视频学 那么这是唱方面我们要求要尽量的要有流派的味道 像专业看齐 像专业看齐 那我们在表演方面我们也是跟专业的一样 我们要求不是在台上随便就走走唱唱就可以了 我们有规规矩矩的台步 表演的程式 有专门的布景 道具 那么我们每年演出我们都是中英文的字幕 我们每年演出都有中英文的节目单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要求呢 就是说每一个新来的团员 假如说他以前是没有什么表演基础的话呢 他从跑龙套开始 最起码最开始就是从一个专业水准要求的一个剧团开始成长的 他可能就跟其他的那种纯兴趣社团就不太一样了 真的是特别好 那其实在美国搭台唱戏 跟在中国搭台唱戏肯定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在台下的观众很多时候就不仅是咱们会懂中文的这个海外华人群体 那还有很多美国观众 其实我就特别好奇 你们是怎么让美国观众能看懂 然后去爱上这一种吸取文化的呢 首先因为我们是有字幕 中英文的字幕 中英文的字幕 所以很多就是老外的观众 或者是生长在美国不懂中文的这些观众呢 他们就看着这些字幕 他们说有时候看着头很酸 因为一边看台上演出 对啊 一边眼睛要看那边的这个字幕 但是基本上还都看懂了 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演出的那个剧场 我们通常都是在Bordowin那个 Bordowin的那个Adult School的 他那个叫Performance Arts Center 那好多年以前 他那边的剧场的经理呢 他有一个小女孩 大概是十岁左右的一个小女孩 有一年这个小女孩生日 刚好我们是演《红楼梦》 全本的《红楼梦》 那个小女孩生日呢 他的爸爸就说 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个这个Chinese opera 就说你要不要去看 那个小女孩呢 他说OK就来看看 那个剧场经理以为说 他可能看个三五分钟 十来分钟就会走 小孩注意力多 他小孩嘛对不对 十来岁的小孩 他说想不到这个小女孩 从头到尾看了 看了我们的乐剧的《红楼梦》 就是一个老美的小女孩 对可见这个一个经典的艺术文化作品 它不管是跨越了文化也好 跨越了国籍也好 或者是跨越了语言 它都是能够被理解和欣赏的 我们还曾经有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中学里面 去演出过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 然后爆木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老师 教中文的老师 但是他这个教中文的老师是个老美 他也是因为喜欢中文去学的中文 然后在这个高中里面教中文 然后呢跟我搭档还有演出的是一个黑人的小女孩 因为这个小女孩怎么会喜欢乐剧呢 是因为这个UCLA的那个孔子学院的 有一个叫苏仁的老师 也是个老外 带他们到中国的杭州去玩 然后呢给他们看了乐剧的表演 她就说是喜欢 所以回来就找 说洛杉矶有没有这样的团集 那刚好我认识这个孔子学院的苏仁老师 所以他就把这个小女孩介绍给我 所以乐剧团不仅是自己做这个年度汇报演出 同时也跟很多文化交流活动和当地的一些 像孔子学院呢 这些文化机构有很多的合作 对吧 对对对 那个孔子学院的老师后来还让我在 17年还是哪一年的 就是我们中国年的大年夜那天 傍晚的时候跟他们下午吧 跟他们那个UCLA学戏曲的这个学生 上了一堂这个乐剧的课 我们还现场示范了 怎么样戴头套 怎么样这个 就是特别新时的一个文化体验 就是那个黑纱 这个水纱 怎么样从头套换成这个小身的帽子 怎么样这个戏服还挂在台上给他们看 然后我们穿着戏服有现场就跟他们有示范 然后他们用这个英文提问 这有关这个乐剧的一些问题 特别好 那我现场用英文回答他们 所以这个完了以后 他们说哇 amazing 然后真的是我自己也觉得说 实际上叫我们宣传工作做得好 会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乐剧的 真的特别好 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但是现在在咱们这个时代 就也怕巷子深对吧 那咱们通过不断的这个宣传和交流 以及这个对国际受众的一个推广 争取把咱们这个乐剧文化 能够传到更广阔的这个受众群体当中 对啊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媒体对我们的帮助 扩大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发扬传承 我们中国的这个戏曲文化上面会轻松很多 所以王老师在徐老师那边的一个拜师宴 注定了我们在洛杉矶 埋下了一颗乐剧的种子 而真正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的 是我们王老师在洛杉矶成立的乐剧团 广告之后为您带来洛杉矶华人乐剧团的故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